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 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将来和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首先呢,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共同的字,那就是来 其次,将来和未来这两个词都和什么有关系呢? 都和未来有关系,都和将来有关系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时态 当你学习英语或者法语的时候 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语言点 我们以英语为例 比如有past simple,present simple,future simple,等等等等等等 法语也有很多很多种时态 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中文的时态和法语不一样,和英语也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用学习英语的时态来学习中文 那其实呢,中国人在学习英语和法语时态的时候 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划分时间的方式 划分时间的方法和英语和法语都不一样 那中国人是怎么划分时态的呢 其实我们划分的方法非常简单 那就是现在,过去和将来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在这里画了一幅图 现在是2021年,假设我们都是大学生 我们毕业了吗?还没有毕业 我们还有几个月才毕业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聊一些毕业以后的事情 这是将来的事情,对不对? 我们要聊一些毕业以后的事情 比如我问你,你毕业以后打算找工作吗? 可能你回答,我毕业以后不打算找工作 我打算出国留学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时间段,对吗? 毕业以后,我用了以后这个词 我们再给大家一些例子 你毕业以后打算找女朋友吗? 你毕业以后打算出国吗? 你毕业以后打算找房子吗? 你毕业以后打算回老家吗? 就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用英语或者用法语的话 一定会想到因为这是future 所以你一定有一个句型,对不对? 比如说well,或者是is going to,怎么样 可是中文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句型 那中国人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将来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两个说的是毕业以后 还没有毕业,我们说的是毕业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这么一个时间点 让彼此知道我说的是未来的事情 不是过去的,也不是现在的 而是未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 以后这个词非常的实用 在对话中经常用到 那比如,今天你看了这个视频 你在下面留言给我 当老师,以后你还可以拍类似的视频吗? 你看,如果你写了这么一句话 以后你还会拍这样的视频吗? 你说的是将来的事情,对吗? 以后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今天这个视频以后 我还会拍类似的视频,对吗? 以后的意思就是 自此以后 这件事情以后 再比如,有的孩子小时候比较调皮 在外面打架 爸爸妈妈很生气 回家教育这个孩子 爸爸妈妈说 以后你还打架吗? 这里的以后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是,打架这件事情以后 你还这么做吗? 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的对话中 不会反复重复这个事件 把它省略掉了 而只是说 以后你还打架吗? 又或者这个孩子骂人了 以后你还骂人吗? 这个孩子骗人了 以后你还骗人吗? 或者,以后你还逃学吗? 说的是,这个事件以后 刚才你已经学会了 说,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你还可以怎么问呢? 你还可以说 将来你有什么打算 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每到毕业季 同学们都会彼此赠送祝福 比如,我会祝福我的朋友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这两句话都是对的 所以你看,当你想祝福 一个人的人生 接下来的人生 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美好的未来的时候 这两个词都可以使用 除了我们可以说 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可以说公司 希望这家公司 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国家 希望这个国家 有一个美好的将来 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这两个词 都是可以使用的 当然你在这个时间段上 你看到了有这么几个数字 现在是2021年 这里是2090 或者2190 2450年非常远的未来 非常远的将来 那么我们再看一些科幻片 讲的都是未来的事情 将来的事情 这种电影 我们称为科幻电影 这种小说 我们称为科幻小说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都是未来世界 这里我们要用未来世界 那也就是你想象出来的 未来世界 而不能说将来世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